還是神科的臭豆腐最好吃的 沒錯 你就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吧 因為以後可能就吃不到囉 是嗎 剛吃湯的現在是烤的啦 原來神科老街六成左右店家的臭豆腐 都是由新北一家知名工廠供應 沒想到這家工廠過去被蘋果踢爆五兆營運 最近又私自復工 結果現在負責人被移送 老街店家的臭豆腐可能面臨沒有貨源的窘境 這家工廠不但五兆營運十多年 去年八月起更屢次遭民眾檢舉排放污水到這條溪流中 已經被勒令停工 沒想到這次業者再度私自復工 又被環保局盯上 雖然業者出面喊冤 新北市環保局仍然因為他們未遵守挺工規定 以法移送 目前全案整半鐘 可怕農心陳定仁 事不忘新北採訪報導